对 怎么样 传一到现在还没回去 也没给家里去个电话 他能去哪呢 别急 别急 传一他不会有事 处长 程老板 案情又有新发现了 他是在河南路卖报纸的 自己说吧 我今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在河南路一个胡同里 看到一个日本人 抓着一个男的 不停地抽他 当时他们两个在说日语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不过后来那个日本人 很生气地从地上拿起一颗石头 一下就把那个男的头给打破了 被打的那个人 拼命想跑 满身都是血啊 我们带他去看过尸体 他说那个 挨日本人打的男人 就是菜牛 你是说 我儿子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这么大的石头 往脑袋上砸 肯定活不了 来 过来 说一下笔鲁 我早就跟他说 不让他当罕奸 我让他不要去跟日本人交往 没有好吓张 没有好吓张 他就是不听 就是不听啊 唐老板 现在看来 虽然你丈夫不是凶手 可他毕竟打伤了人 所以我们还会派人追捕他 你要是见到他的话 叫他来寻补房子手 明白吗 我知道了 谢谢处长 处长 辛苦了 常老板辛苦 别那么说 谢谢 谢谢 好 我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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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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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出杀宝八蛋 妈 别担心啊 传一肯定没事的 因为他根本就没杀人啊 您放心 我肯定给他找个最好的律师 帮他打官司 您就放心吧 传一这孩子也真是的 他躲哪儿去了 也不来个电话 他是不知道自己没杀人 一害怕就躲起来了 估计很快就会回来的 没事 传一的电话 传一他 喂 传一啊 蓝姐 我是月亮 爸跟我说了刘叔的事了 他怎么样 回去了吗 月亮 他还没回来呢 不过他肯定没事 放心吧 月亮 阿清 阿清 你没事吧 阿清 妈 你没事吧 来来来 来 慢点 好 来 一听说你们出事我就害怕 一点力气都没有 伏妈歇会吧 好 来来来 慢点好 对 对 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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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是 是 陈大哥 跟我来 我带你去件穿衣服 淳衣 淳衣在哪儿 走吧 淳衣 淳衣 阿兰 淳衣 阿兰 你没事吧 你没受伤吧 淳衣 没事了 你没杀人 真的没事了 在牛市上 一个日本鬼子给杀吧 程老板没告诉你吗 不是跟他 到底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 我真的杀人了 我都说了你没杀人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有一个卖报纸的 他亲眼看见菜牛 被一个日本人杀的 跟你没关系 我没杀菜牛 我杀了一个 一个日本鬼子 什么 你在说什么呢 我想你 我去电话亭里 给你打电话 我看见一个日本鬼子 想强奸一个中国女孩 我就去制止她 然后她就跟我打起来了 我让那个小姑娘先跑了 那个禽兽 抓住我不放 那时候里头有枪 我就拼命地跟她搏斗 拼命地反抗 谁知道一声闪闪 她死了 我看 听见枪响之后 又两个巡捕跑了过来 他们全看见了 站那儿 站住 站住 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杀的 别跑 别跑 站住 专一 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再想办法 一定会有办法的 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已经无路可走了 完蛋了 这下完蛋了 什么叫无路可走 之前你以为你杀了菜牛 这不就没事了吗 说不定那个日本人 他根本就没死呢 再说了 那两个巡捕 他们也许 没看清楚是你呢 他们 他们看清我了 他们认识我呀 那两个巡捕 以前是咱们引路附近的街坊 这下完了 我肯定会被拉去枪毙的 那个日本人 他无恶不作 私有余辜 活该 放心吧 你知道 程老板认识那么多人 我们会有办法的 我们可以找一个好的律师 帮你打官司 一定不会有事儿 你一定不会被枪毙的 不行 不行 我必须马上离开坐舰 我不能就这么死了 不行 你这会儿能去哪儿啊 现在所有的巡捕都在抓你 再说了 到处都在打仗 逼荒马乱的 我已经想好了 我可以先到沦县区去避一避 莲官家的侄子在那儿 我跟他关系很好 他可以照应我的 不行 那儿太危险了 那儿太危险了 不行 航蓝 我一定把自己的命保住 我一定活着回来见你 你让我 你让我再好好看你两眼 我想你 航蓝 船医说得对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到沦陷区 把命保住那才是最要紧的事儿 没别的办法了吗 没有 这钱你拿着 拿着 拿着 拿着防身药 拿着 拿着 拿着岛区 到游泳区 安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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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包包包拿着 给你 Avatar 好 好 我再說一次 把命保住 我們都會在這兒等你回來的 好嗎 好久 好久 我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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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玲 你来这里干吗 我找你很久了 要不是上次遇见你 我都不知道你搬来租借了 那你现在知道了 再见 玲玲 你别走 你听我解释啊 我不是故意对你发脾气的 那段时间我们家经济出了问题 我爸也病了 所以我现在跟你说对不起 你别恨我好吗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我也从来没有恨过你 因为我心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 玲玲 你别走 你听我说 我爸的病好了 家里的生意也好了 现在我们还在和日本人做钟表生意 你看 这块是你最喜欢的那块表 你看还喜欢吗 我不要 你拿回去吧 我知道你还在称我和安妮的气 但是那是他非死缠着我不放啊 没空生你的气虚伪剑 我现在特别高兴啊 我在和一个男孩子交往 我很喜欢他 他比你英俊十倍 家里比你有钱一百倍 又单纯又善良 不会像你 在街上拉着我的手 还看别的女人 你走吧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他可能给你 Tiffany 牛奶奶 嵐好 你好 你好 你坐吧 喜酒啊 爷爷 爷爷 这是爸让我带给您的 好好好 这是人参 人参 那给你们补身子的 陈老板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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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板 今天就不要走了 就留在我们这儿吃饭 对对 我就是来给你们一块儿吃饭的 好久没吃到唐亮做的菜了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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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 我来 真乖啊 蓝姐 刘叔有没有消息啊 有啊 今天啊 还偷梁管家寄了一封信过来 来 我看看 船一在信你说 很谢谢你程老板 要不是你啊 他也活不到现在 您客气干什么啊 怎么 怎么写那么多啊 船一怎么那么多话啊 来来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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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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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船一啊 咱们两家现在都生死之交了 他还那么客气干什么啊 程老板 我刘父 这一生最幸运的就是两件事 这第一件事啊 就是我活到这个岁数 能够认识 你们程家一家人呢 别说 别说 别说了 讲第二件 讲第二件 这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刘家 娶了阿兰这么一个好儿媳妇 不 要不然 我们老两口 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撑下去 好了 好了 你就别说了 说一回就难过一回 刘爷爷 我看完了 好好好 好 信里面有没有说到你啊 有啊 好好好 刘叔说让我好好努力 以后做一个大银行家 继承你的事业 好啊 好啊 那 那我看你就说 要等活两百岁才看得见啊 陈大哥 你可别这么说 其实月亮进步挺大的 对 是吧 月亮 是吧 月亮 月亮这孩子啊 当你对他绝望的时候啊 他就做一些让你高兴的事情 当你对他抱有希望的时候啊 他就常常做一些让你失望的事情 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失望 反正他就很难 他就跟你对得干就是了 对了 月亮 蓝姐啊 这段时间没有心思关心你 不过 蓝姐觉得有件事特别奇怪 你以前跟桂花香和高玲玲 你们不是不管什么事 都总在一起的吗 可是现在为什么就你跟高玲玲 在一块儿 桂花香呢 桂花香 桂花香跟我绝交了 桂花香跟我说 他跟我在一起 不像跟我做朋友 像他的孩子 我觉得桂花香说得没错啊 你看看你 而且这些大男孩的 跟那十岁八岁小孩有什么区别啊 说你就疼疼 不说了 不说了 桂莱 什么时候才能吃到你那道 姜葱清真鱼啊 马上啊 我这就去做 月亮 跟我一块儿去吗 我不去 行 等着啊 月亮 我带你去吃淮阳菜吧 你长这么大 吃过淮阳菜吗 我要训练自己 我不想再做一个 十岁八岁的孩子了 我真的好怕 我好怕爸 刘叔 还有桂花香他们 对我彻底失望 月亮 其实我最近看了很多书 你这种情况有个名字 叫做天才病 只要是经过正常的训练 就能变成正常人的 所以我决定了 做你的老师 两年之内 对 我不但要把你变成正常人 而且还是非常厉害的正常人 两年啊 我等不了两年了 大家对我已经很失望了 我真的等不了两年了 月亮同学 做什么事情都得打好基础 不能一步登天啊 你听我说 我已经帮你想了一套完整的计划 你真的觉得我一点改变都没有吗 我 我 我觉得我已经改变很多了 以前我大老远闻到鸡味儿我就害怕 现在我闻到鸡味儿不是害怕 是生气 我很生气 我一想到这些菜市场里面的鸡 大鸡 小鸡 公鸡 母鸡 他们合起来欺负了我二十多年 凭什么呀 我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么欺负啊 爸说得对 人有多大的志气 多大的胆量以后就有多大的成就 我要是连一只小小的鸡都害怕 我以后怎么去做一个 救人的银行家呢 我今天让你们看一看 今天是我吃了你们 还是你们咬死我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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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你买鸡嘛 小伙子 你怎么 别过来 别过来 我不是来买鸡的 你看看啊 这极可谁了 我不是来买鸡的 我是来训练的 什么 训练 你是不是个傻子呀 你能训练什么呀 你能训练什么呀 刚才的那些鸡 刚才的那些鸡实在是太吓人了 但是我真的不想放弃 你呀 就是不听我这个当老师的话 做事情哪能一步登天呀 是吗 你看 我已经帮你做了全盘的计划 一步一步地来训练你 嗯 从明天起 我们上班之前 先到公园进行第一阶段的训练 还有跑步 跳绳 跑步啊 大家都知道 我跑步是这样子的吗 月亮 像你这样的人 手脚都不太协调 就是因为这样才要多跑多练啊 练得多了 你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嗯 接下来 我还要让你在公园里 当着大家的面 唱歌 跳舞 还要做演讲 把你要当大银行家的决心 告诉大家 我 我行吗 你爸爸不是说过吗 有多大的胆子 有多大的努力 有多大的决心 你就会有多大的成绩 嗯 我啊 还要教你弹钢琴 游泳 桂花香已经教过我弹钢琴了 那不算 桂花香根本没有用心教你 来来回回就教你一首生日歌罢了 我要教你 献给爱丽丝 我走在明媚阳空下 我走在明媚阳空下 光影流动像云霞 我追着清风 踏着我的步伐 我骑着自行车出发 天不怕地不怕 我心中的梦想不会倒下 不记得什么时刻 不记得什么时刻 梦想开始梦芽 感觉就像终声喧哗 眼前是蜕圆白瓦 心里有过变卦 我亲爱的态 Made 他居然拥抱当初的想法 没有梦想的人想 收不到花样年华 就让时光白白蒸发 像自行车一样的梦想不需要复杂 是啊 솔직히 一步一步向前塌 我不想把时光走塌 只想燃烧香红霞 还要奔发出最闪烁的火花 我应该不是千里马 只管不要停下 就让梦想在你手里开门 忘记了什么时候 朝着目标挥手 吸一口气就往前走 再看看左看看右 梦想成真 成为一个出色的银行脚 愿能加油 没有梦想的人想 守不到花样年华 就让时光白白蒸发 像自行车一样 我决定 在农村最熊的地方开办银堂 一步一步向前塌 让他们有多少钱 转多少钱 门 Speaker 3 抬发 快 正好 给 把他招了 快去 谢谢啊 走 好 快去吧 来点吧 可以 坐 好 太军 您叫我呀 有事吗 不 哎呀 哪里有事呢 不 太军 太军 我听不懂你们日本话 你们说什么呀 先生 太军 我没有抢过米 我家就住在隔壁 我是好人哪 太军 来 打 全衣 九十度鞠躬 全衣 九十度鞠躬 全衣 九十度鞠躬 对不起 鞠躬啊全衣 快鞠躬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全衣 对不起 刚刚刚我回去吧 我们回去吧 全衣 走 回去吧 走 谢谢啊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好多了 真是麻烦你们了 我都跟你说过了 不让你一个人出去 这儿的情况你不了解 这太危险了 我想给阿兰写封信 看见家里没信职了 我打算出去买点 在沦陷区过日子 得要时时提着点心 慢慢你就习惯了 对了 秋哥 今天的事情 你不要跟梁管家讲 我不想让阿兰替我担心 好 知道了 秋哥 你的那个朋友 什么时候再来啊 我还想托他 给阿兰带封信 最近日本人查得太严了 过段时间吧 好 那你先慢慢写着 好 走了 来 怎么样我骑的 还算可以 但是不能往下看啊 就看着前面 我好喜欢这种 风吹到脸上的感觉呀 你小心一点 灵灵 你看 学会了 我学会了 你小心骑 灵灵 灵灵 救命啊 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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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啊 我 我还以为水很深呢 你吓死我了 还好水不深 要不然就出大麻烦了 你知不知道 我 我们还骑了 你全身都湿了还骑啊 咱们先回家换衣服吧啊 那 那我们换完了衣服 去吧 你先上来再说吧 我好喜欢那种 风吹到脸上的感觉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我真的很喜欢那种感觉呀 喂 我回来了 月亮 我自己去跟那个密度 你们俩 爸 妈 我回来了 怎么了 月亮 月亮 你去哪儿了 怎么身上都湿了 怎么弄成这样了 对不起 我们刚才在公园玩 一不小心掉到河里了 不过你们放心 它没有受伤 那条河特别特别浅 爸 我学会骑自行车了 骑自行车 我现在都会拐弯了 我可喜欢那个风吹到脸上的感觉了 月亮 你手脚那么不协调 还骑自行车呀 会有危险的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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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自行车也可以锻炼锻炼的 倒是难为高玲玲了啊 没有没有没有 又要陪她学这个 又要陪她学那个 月亮 行了行了 先别说了啊 月亮乖 赶紧上楼换衣服去啊 来 进来 这是我女儿细雨的衣柜 你有什么喜欢的衣服 随便选 谢谢啊 不用客气 这都没有什么系统 就不要轮上楼 我 我 他 代你 我 彩虞 我 一会儿在这里吃饭 那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对不起 我就是拿来看一下 我现在就放回去 没关系 我女儿在香港上学 平时不太回来 有很多包她都没有用过 你要喜欢随便拿 不用不用不用 我就拿一件干净衣服换上就行了 玲玲 别光吃一个菜啊 来 尝尝这个鱼 谢谢程太太 大家都是自己人 别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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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没事就常来 我会的 谢谢 玲玲 我听你银行人说啊 你人聪明 也有人缘 又勤快 我打算呢 安排让你去静修一下 静修完之后呢 我就给你升职 谢谢程老板 玲玲 除了工作以外呢 要有时间的话 也多陪陪月亮 就算回来得晚一点也没关系 我们知道有你这个老师在身边啊 我们大家都很放心 大姐 我们年初不是给月亮求了一支签吗 说月亮的姻缘就要来了 你看 果真如此 什么是姻缘啊 好了 你们这一人一句的 人家玲玲还吃不吃饭啊 快吃饭 玲玲 吃饭 吃饭 玲玲 多吃点啊 你笑什么 没有啊 我只是不敢想象 我现在正在送一个女孩子回家 而且我还记得回来的路呢 月亮 我真的很替你高兴 你知道吗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画面 打完仗以后 大批农民跑到银行给你道谢 程少爷 谢谢你借钱给我们 现在我们都有自己的地了 谢谢你 没关系 没关系 应该的 应该的 程老板 要不是你借钱给我们买工具 我们的收成也不会翻两番 谢谢你 我也谢谢你们 月亮 我觉得你现在还有一样东西 是需要尽快改善的 你以后做大生意 要面对很多人 礼节很重要的 你不能光跟人去功不握手吧 今天我们就来训练这个 程少爷 幸会 高老板 幸会 高老板 幸会 程少爷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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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吧 简单吧 简单 还有 跟洋人见面的时候 他们不光握手 他们还会这样 他们会说 Mister Chen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他们还会有一个Good Bye Kiss Good Bye Kiss Good Bye Kiss 什么是Good Bye Kiss 梦想不需要复杂 一步一步想牵探 我们先走了 不用送啊 一边见 游戏 蓝姐 你怎么了 没事 风有点大 我走累了我就歇会儿 没事我就走了 等会儿 你先坐会儿 赶紧擦擦吧 眼睛都红成这样了 到底有什么事啊 以前你什么事都会告诉兰姐的 来 说吧 兰姐 我特别想月亮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工作 我总是会偷偷地看他 想他 我就连回家我也会想到他 我做什么事我都会想起他 我怎么办呀 兰姐 可是我听月亮说 是你不想跟他做朋友 不是的 不是 我不是故意伤害他的 我只是不想让他那么依赖我 我是想让他有进步我才那么说的 我不是不想跟他做朋友 没关系 月亮他以后会明白的 你们俩现在啊只是闹当别扭 说不定啊 以后还有发展的机会 不会了 不可能了 他说他不喜欢我的 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你 他亲口说的 他说 他只把我当成年轻的女人 我现在什么都不奢求 我只希望 能跟他做回好朋友 好了 没事了 又不相信他 我的天使 你的心转扑的眼泥 什么是寂静 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不管狂风还是暴雨 理想依然存在你心底 默默的承受着憧憬 还没有放弃 依然存在心中的轨迹 眼前的障碍不管是否诅咒 还是个祝福让未来去感受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 坚持到最后 就是幸福出现的时候 看着你祝福在心头 多少个春秋 陪着你不管天长和地久 相信你感动了天地一切的诅咒 就让祝福酿成的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所有 满天的黑云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 你让我真切的相信 坚持到最后 就让幸福出现的时候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